這即將進入到最後一層 第四層 第四層放的就是 比較不一樣東西 就是我的硬台 哇塞 各位觀眾各位觀眾 就這樣子 一開始我沒有想要投資在硬台上面 我就是先看看我自己會用多久 所以我就是用家裡的硬台 我是買文具店買最容易買的 就是這種立白袋 但我不得不說立白袋 其實他蓋起來效果都蠻好的 那只是說他的 那個面啊有點像是他的硬台的面是 不格的 所以有時候會印到那個不清晰的東西 就是格子狀的 然後才會就是因為有些水晶張他的細節 比較 細 那我線條比較細 我就會想說 我要去買很鮮豔的 我第一次開始買的 就這個 versafide 他這個就強調細節 為什麼他會蓋的細呢 就是他是油性的硬台 油性硬台的 優點就是 他可以把細節都蓋出來 他的水量很足 所以我這邊有做一些色卡 所以我會把細節都蓋出來 我會把細節都蓋出來 我會把細節都蓋出來 同樣的 像如果是說立百袋的話 立百袋 立百袋有的東西 我去拿這個 立百袋 有有有這邊 看其實立百袋蓋的不差 就是這樣 那如果我用versafide 這個 versafide 他這個 他的黑有兩種 一種是 瑪瑙黑 這一款是特別深的 所以他會比立百袋的黑還要深 還要鮮豔 他另外一種 黑應該就是 煙霧黑吧 我猜效果應該就跟這個差不多 所以可以看一下質感 這應該是我沒蓋好 但立百袋不差 也不差 但是你可能實際看的話 他還是會有一些空洞 但是油性的話 基本上他水量又比較多 比較不會有空洞的效果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想要買這種 游戲硬材的 那個 原因啦 不過呢 就是游戲硬材有個很大缺點 就是 他很容易沾染在 顏色很容易殘留在你的硬杖上 所以很難洗 但像立百袋這一種 他們是水性的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用完在 廢紙上面多蓋幾次 然後再用個 吃紙巾茶 基本上就不會殘留什麼顏色 但是像這種油性的又是深色的 其實 在使用上你可能要多思考一下 因為真的很容易印在 你的印章上面 變到說你可能要去買 專用的清潔液來使用 這樣子 那簡單的介紹一下 就是 我的印章 印台的特性好了 印台的特性 那首先我們從最熟悉的這幾款立百袋的 水晶台我們就不用多說 他效果不差 可是就是有時候你要蓋精細的話 他的顯色力會 細節表現力會沒那麼好 那優點就是便宜 好買 而且他有補充的水 可以用 然後 就是真的 可以 實用方便好買 那這一款的呢 是 他這個的話是 這個也是油性的 然後他的特色呢 就是非常的黏 你蓋上去的時候你會覺得你的印章是黏在紙上的 那他 這一款的特色就是可以蓋在不同的材質上面 所以你要做一些 蓋在袋子上 蓋在木頭上都可以 然後可能我再猜他非常黏的原因 的特色 也可以當作那個 凸 就是黏凸粉使用 就是 可以 有一種粉叫凸粉 就是你把 把它平均的黏在你的 你蓋完用這種 印章 蓋上去之後 再把凸粉放上去 然後用熱風箱 吹 他就變立體了 所以 特色是這樣 但是如果你只是一般 手杖要用 我不建議買這種 他太黏了 其實有太多替代品 而且他很容易乾 所以要小心 這種 就不太講 二手店買的 然後他好濕喔 這是台灣一家 他叫什麼 新移的 他好像都做那種連續印章 他出了牌子 有的都爛掉了 這就加減用 然後這種的話 就是也不是很 就是 就算出學者 我覺得你 至少買個立百袋 這種真的不建議買 他的 免體 太粗 有沒有看到 就你蓋上去的時候 東西都印的不均勻 然後四季的也是 他的 這個是四季的 他印出來就這樣 真的只能說 產不人毒 他的出水量很不均勻 然後有的又印不到 然後 有的又 又過出 是四季的 喔真的是 所以呢我覺得 要買至少要買這個 這個會比 就是文具店有買 一般連鎖 或是這個更好買 英式的更好用 如果你要買彩色版 而且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呃 這種淺色印章 真的要先用 如果你同時間你要用 淺色印章 或深色印章 的話你淺色要先用 要不然他很容易染色到 尤其是黃色很容易染色 一旦染色就不得了 你幹出來的東西 其實基本上就毀了 所以我會建議你 油性的印材的話 你可以買淺色的 沒有特殊需求的話 然後水性印 買深色的 因為比較好清理 就是這樣子 還有這個 跟風買了一款 血吉打的 綠色 其實那時候很想要買灰色的 只是 他當初還沒有出這種新包裝的時候 他們的灰色其實是日本人 這是日本牌子 他們是商事才會用灰色 所以他那個印台 會寫商事用 所以 覺得很不吉利 那但是他新出的這一代 他灰色就是寫什麼 隸屬色 這樣子 這個綠色就是我想要跟這個 Versafy的復古色來臉 PK 這個是Versafy的復古色 他其實有點偏黃 然後這個是 來比較一下 這血吉打的綠色 血吉打就這一款 表現出來就是這樣 然後這個是 Versafy 這是紅的 我拿錯了 對對對 是一樣的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 血吉打表現不錯 他的 顏色 他線條是比較細緻的 然後Versafy可能出血量多一點 所以有一點不均勻 不過像這種 小顆的好處就是說 你可以 平均都蓋得到 如果是大面積的印章的話 那如果是大的印台的話 你可能就是 蓋沒那麼方便 然後這個的話蓋就是 倒過來 這樣壓 壓在印章上面 那這個的話就印章壓在他上面 用法有點不一樣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還有這個 是我唯一的這種 這個叫什麼 拇指印章嗎 這顯色效果超好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棒 有機會建議大家 可以多購物 因為黃色很難表現 但是他這個 這一款蓋出來 是很濃郁的 不知道我有沒有做 他的試色 這個是痘痘印銘 對他叫痘痘印銘 玉金 不過這樣看起來好像 也沒有很好 他有點虛線 好 沒關係 總而言之就是跟大家講 他的顏色是很飽和的 跟四季的這個黃 真的是差太多了 如果黃的話 這款建成的還不錯 他帶出來的 效果 最後呢 我們來介紹 叫水丁印章 就是最傳統的 是這一個 日本的牌子 叫versa magic 但是中國大陸 有一些 就是 叫不同的牌子 這個就是最正統的 這個就是 中國的牌子 或是他們也叫 這一種 但是如果 可以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 用這一種 因為他的出水量 是比較均勻 像這一種 他們的 出水量 不均勻 這個的話大概市價99塊一顆 就是在台灣買的話 這個 我不太記得 可能也要 30塊吧 所以因為這種印章是你可以 單價其實都不會高 你要用9塊 那我建議買這一種 好 現在呢 我要來 推薦 就是 水滴印章 這種就是像水滴一樣的 水滴印章 我 比較 喜歡的顏色 就是 這個 這個 Memento也是日本的牌子 它也是水性的 那 只是我不確定說 它跟 Versa Magic 有什麼 不一樣 但是我就 單純的 只是把他們當作 說 顏色 不一樣 而已 那 第一個 買的是 這一個 就是 葡萄柚橘 葡萄柚粉 也可以這麼翻譯 葡萄柚粉它基本上有點像珊瑚色 可是它又橘色的色調又多一點 這樣對焦有點難對 我來 對一下焦 對 OK 好 好 然後這個就是 Versa Magic 我發現對焦是個問題 好 在這邊 它就是這樣子 它是 粉色系但是它的橘調多一點 這是我蠻喜歡 蠻活潑的 但是之後我可能會想再找溫柔一點的顏色 其實就是 隔壁這一款 這個也是蠻橘的 這款是那個英式牌的仙橘色 可是它其實 就這一款 但是其實沒有非常的橘 有點像是 奶茶色 那另外一款就是 Versa Magic的這個 Aspen Mist 清晨霧 霧嗎 它這個是藍調 就是灰色裡面帶點藍色系的這個顏色 蠻特別的 那我之前是在獨立文具店裡面看到它的試色 然後覺得蠻有氣質的 就 買來 就是改發現 哇 它的 顏色真的是 很 就是怎麼講 很有仙氣這樣 那只是說可能第一次 使用 它的顏色有點不均勻 出水量太多 但是不會說有蓋不到的地方 就是只是出水量多而已 那不過這個東西都是可以再改進的 那第3個就是 Memento的 那時候我就是很想要灰色的印章 所以我買了這一款 倫敦的 物 倫敦的物 那我是蓋在哪裡呢 在這邊 可是很奇怪是竟然蓋得不好 它這一款就是純灰色 可是這一款 蓋得不好 它這一款就是純灰色 我覺得蠻神奇的 給大家看一下它的那個 面 它這個面是很細緻的 是這樣子 蠻厚的 然後這個是versa magic 然後這個洞感覺比較大 好那這一款可以再做研究 我覺得說它會蓋那麼差 大概就是這樣 那還有一款是這個 Brilliance Brilliance它的特色 就是說有一點珠光的 蓋起來就是 珠光保氣這樣 然後它很容易乾 所以它還會堆成這種 保護膜這樣 但是有沒有使用就是 見仁見智 那當然如果你要金色系 台灣的英式就有了 這都可以試試看 蓋起來效果也蠻細緻的 那水晶印章的話 它就是沒有把柄 我們自己要準備把柄 把柄就是一種這種東西 硬硬的 然後通常是用壓克力製作 然後有一點厚度 方便你拿 這個應該叫做取手吧 然後就是把水晶印章蓋上去 這樣壓 那有的時候 不一定越大越好 就是有時候可以 甚至我覺得我可以再 使用小一點的印章 因為有時候如果是蓋 數字型的印章 或文字型的印章 那你這個 太大的面積很容易沾到它的印台 所以有時候小 小型一點的取手也是有它的用處 那當然水晶印章越做越大 就需要這種大的取手 這個比較特別 這個是 買 水晶印章買一整套的時候 它附送的 不過品質真的不好 然後就是舊舊的 然後 最最慘的是 它只有一般水晶印章 厚度的 一半而已 所以拿的時候不好拿 但是因為是不用錢的 就將就用 那我自己本身 一開始我是使用這種 我自己想的 然後是用那種 明片夾有沒有 一般就明片夾 這樣子 那我只想說 這一面就可以當一個握柄 我就這樣壓下去 其實還可以用 十幾塊而已 因為買這種 單純買這種 單價都還蠻高的 然後我也不覺得 不確定說 我是不是真的會 一直玩下去 就先買這種簡單的 那缺點就是 這個筆面很薄 有時候你為了要求精細 你的 就是力量會壓得比較重 所以會有一點裂痕 但是都沒有影響使用 這樣子 那以下就是我印章的部分 這邊還有一個 這個是立百代的這個紫色 它的紫色是看起來是桃紅色吧 但是印起來是怎樣呢 可以想像 它就是用現有的顏色 去合成 這就是它的紫色 紫色 這個色差真的差太大了吧 我建議立百代可以改一下顏色 這個感覺就是 紅色跟藍色調出來的紫色 那另外呢 就是 那給大家欣賞一下 以前的作品 就是一開始的話 我是用立百代 的這個黑色 去蓋 所以像這種需要很多墨水的地方 其實就蓋不太均勻 很淡 這都是我自己創作的東西 然後紫質也會有關係 這個紫比較粗 所以整體印起來的感覺就很差 所以說就是 如果你的印台顏色 就是 細節度不夠的話 但是如果你的紫質好是可以加強的 那相對紫質不好的話 你的印台就要選得 選比較好一點 那有的 水晶印章好的話 它的細節是真的很好 一蓋下去就非常清楚 那有的話就真的是 挑紫 這樣子 這一款建築物非常滿意 它蓋起來非常的清晰 怎麼蓋怎麼成功 也是淘寶網買的 就這樣 你看像蓋這種需要比較多墨水 就是很大的空洞在上面 其實都 蓋上去就是炭氣啊 但是蓋一些比較細部的東西 就是 線條比較細一點的 就 呈現的還蠻好的 那後來就是蓋這種 很漂亮的水晶印章 但是都蓋的沒有很 顏色沒有很飽滿 所以才會讓我想要 說去買 那個 遊戲印台 也就是說 買 買這個 Versify 這個都是 用力擺帶 蓋的 有一天我就用了 Versify 就這個 你看看 這個顏色差多少 這個毛髮 因為覺得世界真的太美好了 只是對我而言太黑了 所以我可能會買另外一款 沒那麼黑的 這是瑪瑙黑 它非常的黑 然後魚也是 雖然還是有點空洞 但是我覺得這都可以再加強 蓋起來都很漂亮 那這就是水晶髒的問題了 它沒有做得很平 就這樣空洞 解決的方法就是你拿紙在上面 而且拓印 那這就是我之前有一款水晶印章 就是這樣子 非常的漂亮 這款也做得不錯 好 以上就這樣子 印章部分就到這邊結束啦 我們之後來一個最精彩的 就是紙膠袋的部分 請大家拭目以待囉 下集見 補充一下水晶印章 它的收納真的很好 它可以這樣子疊 而且 就是它每一個地方就是 它有做一個 勾槽 勾槽嘛 然後你就可以這樣蓋上去 而且不管什麼牌子的 都可以蓋 然後如果是日本的話 它就是蓋上去的時候 它這邊還會有顏色 非常的方便 所以我覺得 這個 可以疊加的設計 是蠻需要的 像這種台灣的 或是其他這種方塊的 它就沒有特別做這樣子的設計 所以一碰就倒 其實蠻難收納的 那另外像日本的這種也是方塊形的硬台 有沒有看到它邊邊就是有做這種刻痕 所以你也是很容易的去疊加 我覺得這個設計對於小型的硬台而言是非常實用的 這個就是補充